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要先带你来看第三届的 魅力基隆山海神厨料理 近赛 即将在5月29号登场 今年很特别 是开放给全国的各县市亲事生 来组队报名 记者会上基隆市长林友策 也与网红波特王 华神大厨 用基隆在地的山海食材 当场制作一道料理 并接受小小评审团的评分考验 到底有没有过关呢 一起来看看 而且其实非常的营养 所以有山海的食材 然后我们好像有看到 营养师帮我们调了 调了优格 还有百香果 先将绿竹笋切块 加入新鲜透抽 再淋上百香果酱优格 最后撒上红梨 华神为大厨的基隆市长林友昌 与网红波特王在十分钟内完成指定的料理 百香优格 左鲜笋透抽 最后交给上届上海神厨冠军队伍 深美国小五位小学生 品尝给分 好 帮我们举出缺货差 一 二 三 第一次通过 市长组的这个料理 酸酸甜甜的 有酸酸甜甜的优格酱 再加上十分清脆的绿竹笋 十分好吃 十分好吃 所以你给几分 一百分 新鲜的透抽 加上酸酸甜甜的白香果酱 合起来很好吃 我很喜欢 我觉得它看起来颜色很鲜艳 又很有 很多元性 然后它的摆盘也摆盘得很精致 而且又很好吃 第三届魅力基隆三海神厨料理竞赛 即将在5月29号 在基隆市曹静公园登场 今年特别开放 全国各县市学校 亲子学生组队报名 邀请各地大厨运用基隆在地食材 制作美味料理 获奖神厨的料理 也将实际运用在 基隆市学校营养午餐中 我平常 折煮泡面 可是 就是这个活动 就算不会下煮 也可以来参加 现场还有很多体验 在地文化活动 我们就是希望 透过比赛的一个方式 然后让我们基隆市的营养午餐 小朋友在吃的营养午餐 能够变得更有趣 然后可以更好吃 那去年跟前年反应都非常的热烈 所以有很多民众说 外县市可不可以来参加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把这一次的竞赛 开放给全国各县市的民众 大家都可以来报名 那除了来参加比赛之外 当然也可以来体验一些 基隆的山海城市 还有包括地方的一个美食 我们希望能够选出很优秀的这些团队 那一方面可以拿奖金 那二方面还可以组成一个辅导团 然后来进到学校 来帮忙让我们的营养午餐 变得更美味 然后变得更好吃 希望我们的小朋友 吃营养午餐 都能够吃得很营养 吃得很开心 吃得很健康 料理竞赛方式分为初赛决赛以及总决赛 进入决赛的队伍 则评选出金牌银牌及铜牌各一队 分别获得一万元 六千元及四千元礼卷及奖杯 最后再从金牌神储中 评选出一位特级神储总冠军 可以额外获得两万元的礼卷 欢迎各地好手报名参赛 来基隆争取地表最强神储荣誉 记者张旗潤金融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基隆市伟窗领军营 是许多抽中金马奖 要到外岛当兵民众的共同回忆 基隆市文化局耗时一年半 进行田野调查与访谈拍摄后 举办重返伟窗领专书 及纪录片的发表会 会中特别邀请到 捡过超过十万颗阿兵鸽头的 理法部老板娘吴秋兰 现身说法 一起来回顾这一段珍贵的历史 已经退休的吴秋兰 拿起推检还有吹风机示范 如何帮阿兵哥剪头 还分享年轻时 自己常被年轻军事官追求的运势 耗11年半进行田野调查 访谈收集及拍摄 基隆市文化局发表 重返伟昌岭专书及纪录片 特别邀请见证这一段珍贵历史的 理法部老板娘吴秋兰现身说法 民国58年进入基隆金马 宾馆理法部的吴秋兰 服务近50年 捡超过10万颗阿兵鸽头 她说忙的时候连吃饭都没时间 平均一颗头5分钟就捡好 那些阿兵哥都是赶快捡 有传奇的时候他们才会来 有传奇的时候他们就一握风的 我们都没有时间 连吃饭都要跪放下来才有饭吃 所以捡一颗头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 很快五分钟就可以了 如如会就走 五分钟就可以捡好 所以他们有没有 有些我们几个 几个人的时候 他们有那个围顾啊 都一拉就就再捡第二个的话 他那个头发都是在脖子上 直接来不及签了 金庸市长牛昌表示 重返伟昌龄 这本书不只记录这一段 许多当兵抽中金马奖的国人 从男孩蜕变成男人的珍贵历史 更从各个层面进行会诊非常难得 也不单单只有个人的一个 过去的一个记忆 或者是回忆而已 更重要还有整个伟昌龄过去的这么长的一个历史里面 他的一些眼镜 以及包括他在社会面的层次 在军事的层次 在都市发展的层面 各方面的一些 绘整我想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套专书 除了书本外 金庸市挖掘方面还发挥创意 随书附赠内有纪录片的军集牌造型USB 让整套专书更具有收藏价值 为了配合这一套书的上市发行 我们把左拍摄的影片放在一个像军集牌一样的USB里面 除了方便攜带以外 也给买书的民众做一个收藏的一个纪念 金庸市挖掘方面表示 从举办带领老兵重返伟昌岭与马祖岛上军营活动 到专书与纪录片发表 不但是对近代军旅的重要产纪工作 也希望借此重现金融军旅地景的历史意义 记者张启腾金庸报道 再带你来看 知名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区探馆 原本是全免费的 但是从今年3月2号开始 广方针对区域探索馆三楼的展厅改成收费30元 引起当地居民的不满 广方说明为了让参观游客 更用心聆听导览解说外 另一方面也要规划新的展区 来到海客馆区域探索馆 原本免费参观 但最近三楼展厅却改为收费 6岁到64岁的民众又会价30元 未来要收50元 引起附近居民反弹 他就是想说装个热水 就是他说进去他要30块 就装个热水而已要30块 真的是太夸张了 所以我们才知道啊 不然我们本来也不知道啊 食用者付费啊 对不对 不然你就是说他命也不更新啊 大家都固定那儿而已 人家里面应该收啦 不然他在那边做什么 对不对 他也是会消费也没那些垃圾啊 游客来是来参观八兜子鱼村的 不见得会进到区探馆 那其实他阶段性任务其实已经也达到了 30块其实远不及于我们每年花在区探馆的费用 我们每年花在区探馆的费用 包含人力清洁 还有修缮 大概有将近千万元的一个花费 那收这30块 其实真的远不及于我们所花费的 但我们希望透过这30块 能够让真正参观的游客 真的是用心能够真的去了解这个八兜子鱼村的一个浓缩的一个展厅 管方强调只有三楼的区域探索馆要收费 其他一楼旅游资讯中心 二楼还有四楼的景观餐厅 一样维持免费 而收这30元 其实也为了要规划其他的新展区 一楼二楼跟四楼其实都是开放空间 我们唯一收费的其实就是那个区域探索厅 那这个区域探索厅其实是一个展厅 那这个展厅其实未来其实还是要违运的经费 那未来我们整个要做展项更新 也是要有费用 海客馆强调周边六个里的李明 还有每周三金融市民免费参观的优惠制度 都还是持续的进行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金融女中最近完成了新建的艺术廊道 不只有梦幻般的光影 还兼具了艺术科学人文及生态永续的精神 校方邀请金融市文化局的杰出演艺团队 绽放中东舞团力向要进行环境 与舞蹈结合的实验舞马 希望透过不同的艺术元素 更能带动校园的活泼氛围 金融女中新建的艺术廊道光影 随着时间与太阳的位置变化 产生不同面积的彩色光影 不论是在室外的廊道下 或是透过窗户与泳池倒映的光影 都点缀出古朴校园的新亮点 我们在游泳课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它投射在水面上的一些景象 我认为这非常漂亮 让我们的高中生活变得多彩多姿 我很感谢学校为我们做这个 移动式的光影映术廊道 让我们在下雨天的时候 不用撑衫就可以进入到 校园的每一栋大楼里 然后非常方便 然后鞋子也不会失掉 然后可能在下课的时间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可以去注意校园的周遭环境 然后也配合廊道上方的图腾 结合生态环境 让我们更了解学校里有什么动植物 国立基勇女中建制完成的 光影艺术廊道 师生们昵称为女中大道 校方邀请基勇士文化局的 杰出演艺团队 绽放中东舞团 到学校进行环境 与舞蹈结合的实验武马 透过不同的艺术元素跨界合作 更带动校园活泼的氛围 我们现在受到基勇女中的邀请 在这创新的移动式光影艺术廊道 透过跨界的合作 我们在这边做了环境的结合创作艺术 希望我们的作品能够吸引更多的 在外青年能够返乡来做在地创生 光影艺术廊道成为新的拍照打卡热门点外 也为学子们提供遮阳臂雨的功能 我们结合了一些科技跟艺术美学 融合在这里面 虽然我们的目标是要做前雨遮阜 也就是说前天的时候它可以遮阳 雨天可以遮雨 我们还可以来把这个汇水 整个移水把它资源回收 那我们每年可以回收1750吨 大概可以节省两万多块的一个水费 这个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廊道 艺术廊道兼具艺术 科学 人文及生态的永续精神 光与影的对话融入了空间营造建筑美学 更具情与遮护 神水经济与教学功能 期待女中的师生们与美同行 学习之路充满色彩温暖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在这里来看新一区深溪路三月份 路边增加了十多个收费停车格 趁有民众反映这个新设的停车格 让车道突然缩减影响到行车的安全 车辆行驶在深溪路上 不少驾驶人发现右侧路边 突然多了一整排的汽车停车格 让车道突然缩减 又往前骑100公尺 又变成两个车道 一下两个车道 那一下回到一个车道等等这样的状况 那其实造成这个一下要合在一起 又要分开 那其实造成这个用路人 很大的不安全跟不方便 两个车道变成一个车道 最后再回复成两个车道 地点在新一区深溪路上 每天车流量大 但今年三月 市任府突然在路边规划了 十多个收费汽车停车格 让该路段路幅将近100公尺 车道突然缩减 我们的机车的话 转的时候的话 它就必须要往 所谓的中线移动 那往快车道移动的时候 就会发生危险 那尤其在尖峰时刻的时候 车辆是特别多 除了造成行车安全 有疑虑 上下班时间 这里车辆多 更是出现了回堵情况 市议员 韩思雨邀请了交通处等单位现场会刊 建议将路段的停车位进行调整 民众所托的话是希望说 现行的状况部分的话 要与雨做一个改善 那另外的话 思雨是建议说 那周围附近的话 也有公有土地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请我们市政府这边 那来研究 那是否可以做一个 公有停车场的一个可能性 江湖这边会把这个地方意见 带回去统一去做一个评估 那针对交通动线 或是停车格化设置的部分 我们会妥善来去做研究 深溪路车流量大 车速都很快 增加路边停车格 解决停车不足的需求 虽然是一件美意 但车道缩减又增加 对行车安全恐怕会有影响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基隆火车站的周边 正在进行沉寂转运站 和国门广场这两大公尺 因此原本事工车的后车地点 也分成了不同的两个地方 但是这个指标不明 导致许多的乘客 找不到地方来搭车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几乎反应就特地办理会堪 要求市政府的相关单位 赶快改善 基隆火车站周边 正在进行沉寂转运站 和国门广场两大工程 因此原本事工车 后车地点也分成不同的两个地方 125开头的事工车路线 后车地点在港西街 346开头事工车路线 后车地点在基隆火车站 南站孝四路一带 但是因为指标不明 导致许多乘客 找不到地方搭公车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接获反应后 特地邀请公车处和交通处人员办理会堪 要求市政府相关单位改善 那因为配合着我们基隆城汽转运站的新建 以及我们信仪桥的拆迁之后 其实我们公车站牌 其实也都迁移在比如说港西街3号 还有火车站前面 但是很多的民众依旧不太清楚 他们应该要在那里搭乘火车 或者是公车 那还有很多的观光客 在我们搭乘国光或者是台铁 到达我们基隆的时候 他如果要前往比如说和平道 万木山 或者是我们基隆比较著名的景点 他们往往都会找不到公车站的搭乘地点 所以今天特别召开的会刊 就是希望由我们公车处跟交通处 作为一个主折 然后来去做一个临时的告示牌 能让我们不管是基隆市民 或者是外来的观光客 都可以很清楚的明了的知道 他们应该到哪个地方 搭乘什么4号的公车 然后到达他们想要的地点 这样子除了可以解决掉 我们市民的困扰以外 同时也可以提升我们基隆的旅游品质 让我们基隆市成为一个旅游的友善城市 公车处和交通处人员表示 将会制作更明确的指标 指引搭车乘客更容易 依照指标找到要搭乘的各路线市公车 预定4月底前可以做好 指标牌也将贴挂在火车站周边 明显的位置 让乘客参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长期关心身障朋友的小爱爸爸谢国良 得知伊甸基金会欠缺室内运动设施 特别搬了两台篮球机 提供给伊甸基隆新峰直舰中心的身障朋友来使用 更邀请艺人好友蓝军天 一起和身障朋友PK投篮比赛 也体验制作手抄纸的训练工作 希望社会大众能够多关心 以及鼓励这一群天使伙伴 热烈的加油声中 小爱爸爸谢国良和艺人蓝军天 跟伊甸基金会的伙伴们PK投篮比赛 没想到身障朋友们各个都是投篮高手 大家一起玩得好开心 那今天很开心我就请了Gabby说 我们有一个新的篮球机 要不要来跟孩子一起来偷偷篮玩一玩 那也很谢谢他欣然的就答应来跟我们 刚刚跟孩子们也都玩得很开心 那所以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希望 就是让大家也都了解到 因为伊甸现在真的在基隆非常了不起 很多的身心障碍的朋友都是靠伊甸跟市政府的合作 来共同照顾 所以我觉得说要给伊甸他们 要给他们一个大声的赞 真正社会上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 然后我们如果去多了解他们 其实他们跟我们都是一样的 他们可能会需要多一点的时间 多一点点的耐心 多一点点的体谅 但其实他跟我们都是一样 他们都希望能够在这个社会里面 跟我们一起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 所以就请大家就是能够看到他们的时候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善心这样子 结束了投篮比赛 小爱爸爸谢国良和艺人蓝军天 也参观伊甸基隆新丰执舰中心的小作所 并且体验制作手抄纸作业流程 伊甸基金会基隆区长表示 非常感谢小爱爸爸谢国良和艺人蓝军天的爱心 让身上伙伴们得到更多的温暖 我觉得这个投篮机在我们的整个服务里面 是可以提升他们更多的一些附建生活 因为有很多的活动和附建活动 是透过我们的一些游戏或者是一些学习 然后让他们去成长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 他们在手眼协调上 还有出大动作上 还有体耐力上 还有团队合作上 那他们就会慢慢的就会有很多的进步 小爱爸爸谢国良表示 未来会更努力持续关心 身脏弱势朋友的相关问题 同时也呼吁社会大众 一起用行动来支持身脏朋友和公益团体 记者基隆综合报导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以上就是今天的试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我懂得聪明选车 缴纳排造税 我也有一套 现在只要手机下载行动支付APP 扫描脚款书上的QR Code 就可以轻松完成缴纳 当然其他异化方式也可以 还有多元缴纳管道任你挑选 开始 多元管道超smart 轻松缴纳动起来 此名市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政策等 求财不应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 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赢养 到了慈云寺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参拜哦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及祭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略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七堵明德国中 已培养空气枪金牌射手闻名 不过国中毕业后 这群金牌射手学生 就得到外县市 有涉及运动的学校来发展 身兼基隆士体育会 涉及委员会主委的 基隆士议员张耿归 特地就媒合了国立基隆商工 预定明年111年 在体育班设立涉及项目 可以衔接明德国中的涉及好手 留在基隆念书 同时也可以精进涉及技术 七堵明德国中 已培养空气枪金牌射手闻名 不过国中毕业后 这群金牌射手的学生 就得要到外县市 有涉及运动的学校发展 市明德国中 也是基隆商工两校杰出校友 身兼基隆士体育会 涉及委员会主委的 基隆士议员张耿归 特地媒合体育方面 以篮球和排球文明的国立 基隆商工 预定明年111年 在体育班中 增设涉及项目 衔接明德国中的涉及好手 留在基隆念书 并且精进涉及技术 不管是府会能够多加来支持 尤其中央单位的长官 让我们明德国中的涉及班 到了我们基隆商工 能够更加的发挥 他们的专场 明德国中全力配合 因为基隆士政府 投入大量的经费跟设备资源 也培养出优秀的运动员 那我们也希望这些国中毕业 能够留在基隆 就读高中职业让继续为基隆 增光 未来呢 孩子如果能够 衔接到基隆商工 我们不只会在 学生的技术上 再更加精进 那我们同时也会 加强学生的各项的课业 我们期盼 我们能够把优秀的人才 留在我们基隆 甚至能够发扬广大 国立基隆商工校长 洪光贤进一步表示 基隆商工体育班 不只要求学生 在体育技术方面精进 同时也要求学生要兼顾 课业发展 做到文武合一 因此体育班 增设射击项目后 也可以挹注资源到 明德国中的射击训练场地 作为延伸高中射击场地 练习使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检运万大县预计2025年完工 目前第一期施工进度 已经超过了53.24% 二期工程也将陆续发包 台北市检运局也推出了 六款电联车体外观的意象 邀请民众即日起到5月16号 来参与票选活动 检运万大县工程进度过半 检运局举办万大县列车 外观涂装票选活动 邀请艺人马念仙 担任票选活动大使 总共六款各具特色的车厢 邀请民众一起来票选 就有机会获得笔电 等约100项的奖品 您觉得您是热情活力 还是中一到周六各一款 然后周日抽签决定 好 勇往直前 代表着我们拼台北市的市政 勇往直前 那这种东西 每个人每个的看法不一样 所以有时候就不如 就述作iVoting 给大家去选择 所以从今天开始到 到五月十六号 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大家可以上网去选择 当然是只要有去投票 就送一个口罩 当然最后一定会有抽奖活动 万大县施工到目前为止 顺利进行中 而未来路线会一路 从中正纪念堂到土城 估计每天酝酿 24万7千人左右 柯文哲表示除了施工有点慢之外 其他都在轨道上 另外预计到明年台北捷运站 还会多62个电斧梯 改善长者上下楼梯 将会举办万大县主题展 与立牌合照打卡投票 还有机会获得限定版的 万大县口罩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